大家好,我们来看这场对局,左边是小孩,右边是鸭王 今天是全国邀请赛,16位选手啊,桌子抽签四伐,那鸭王 这个运气不太好啊,抽到了小孩 今天晚上比赛是双败赛制,嗯,每个人是相当于两条命了,双败赛制 如果说输的话,鸭王会去败者赌,在败者赌还有机会 小孩打鸭王应该是手拿把架的,对不对 今天晚上比赛全程抢三啊,对对对,决赛之前全程,呃,别决赛之前是抢三的,决赛是抢五的 加油,鸭王啊,虽然说是输了,但是咱们也不要输得太难看,兄弟 鸭王的中间是穷,小孩的中间是拉尔普,目前双方的血量是差了一个的血量了 咱们看上对局,左边是小孩,右边是鸭王 好的 不是一S的激泡拳 他对激泡拳在这本度已经不是连打了,是脱招型的啊 以前都是连打剑出这招,现在不是了,现在要脱招了 哈哈,这也行,鸭王用大招来凹这空啊,可以可以,异高人的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异高人的蛋白,目前鸭王的中间是穷,小孩最后一个人特略 特略现在有手上有四颗气 鸭王下比赛之后,再接一S的选择地,弹起,再去加连舞脚 越来越像,有点像980的感觉啊 小孩的历子 又是一个一S的连舞脚,把官方前冲弹飞 结果鸭王拿下了小孩一分,双方打成一比一平 这一场比赛 这一场比赛 这一场比赛